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是不是很有感呢 真的 我又发现这几天 同仁的脸上渐渐地洋溢着 开心与幸福的表情 因为春节来了 欢迎收看 玉兔迎春 红兔大展 春节特别节目 在国人的传统认知里面 农历春节是最重要的节日 今年是兔年 兔不仅仅是一个生肖 也是有一种带给人们敏捷 而且行动力强的感觉 所以才会有 动如脱兔这句成语的由来 在伴随深深的爆竹声 返乡的人潮声 与团聚的问候声中 现在是不是让大家 跟周遭的同袍先拜个早年 说声新年好呢 让我们在祝福声中 辞旧迎新 盼望着能够在新的一年里 红图大展 果泰民安 玉兔迎春 天星象 福兔吉祥 庆丰年 又到了举光原地的 新春特别节目 火汉雨节 先代表全国民众 像两位 以及所有官兵拜年 真的耶 非常感谢你们 在过去这一整年里头 坚守家园 而且让每个国人同胞 可以年年安心 过好年 这是我们的天职 现在如此 未来也一定如此 欢迎两位主播 加入我们的特别节目 哇 这个场景 好有过年的feu喔 真的耶 不过说到新春特别节目 我们还是不免俗的 要先跟大家介绍 过年的由来 还有一些习俗 让大家感受到 年节的气氛 请看 春节是以农历来算的 一年之岁首 又称为新春 震诞 过年 度岁 请新春 贺新岁 节庆要从腊月24的 宋造神开始 一直要到 真月十五日 元宵节之后 才正式结束活动 在春节期间 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多以精神 祭祖 除旧不新 迎喜皆福 祈求丰眠为主 相传古时候 有一种叫 拟延的怪兽 没到了除夕 才爬上岸来觅食 到处吞食牲口 残害人命 所以到了除夕这一天 大家就会赶忙逃往山上避难 生怕被年兽伤害 有一年的除夕 正当人们在收拾行李 赶着牲口正往山上避难时 忽然来了一个老人 但所有人都忙着逃往深山 十分慌乱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老人 只有一位老婆婆 拿了些食物 跟老人说 她来的不是时候 劝老人尽快跟众人 一起上山躲避 老人笑着摇摇头 感谢老婆婆的好心肠 为了答谢 她请老婆婆将家里 让她借住一晚 她就可以把年兽赶走 在百般去院组下 老人只是笑而不语 无奈之下 老婆婆就让家里 给老人住一晚 随后跟着大家 上山避难去了 除夕的夜里 年兽如往年一样 从海底爬上岸来觅食 她发现了老婆婆家门上 贴着大红纸 屋子里头灯火通明 院子里传来爆竹 痛痛啪啪的炸裂声 年兽往院子里一看 只看到老人身上 披着一件红袍 坐在里头 并对着年兽笑着 年兽一看大惊失色 原来年兽最怕红色 火光和迹象 变为狂飞地逃跑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 人们从山上回来的时候 发现老人安然无恙 从此之后一直到现在 家家户户都会在 处夕的这一天 在门口上贴上红色的门帘 穿上喜气的红色衣服 跟家人们聚在一起吃团圆饭 放鞭炮 久而久之 也就成为了民间习俗哦 哦 原来如此啊 而为了庆祝又安然度过一年 没有受到年兽的危害呢 大家通常会互道恭喜 能够逃过年的难关 这个呢 就是年的由来哦 嗯 没错 而且年兽的故事其实我们年年都要回顾 但是我今年最有感觉哦 因为我发觉刚才的故事啊 跟现场的两位军官很有关联耶 你是说我们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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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提到年兽的故事 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啊 诶 你们看哦 如果我们把这个年兽比喻成为敌人 随时都准备上岸来伤害百姓 那么穿着红衣保护村庄的老人 也就是现在身穿军装 以高度的警觉拿着武器 坚守纲位的国局弟兄姐妹们 就是因为有国军官兵啊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的守护 才能够让国人天天都像过年 贺阻敌人不敢越过雷池一步 哦 你的意思是说 当百姓看到军人 就代表看到了安定的力量吗 嗯 对啊 对啊 所以请大家放心 中华民国国军无时无刻 都会站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 坚强地守护国人的安全与幸福 有了国军的保护 大家就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诶 说完过年的由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吃的好了 嗯 那据我所知呢 各种象征服气的年菜啊 都有各自有趣的寓意哦 不管是在部队还是在家中 接下来的几篇 大家都可以数一数 共吃过多少种 代表喜气的年菜哦 首先就是火锅 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 而且锅里什么都有 取其围如团圆的意思 嗯 还有啊 鱼也是不可少的哦 年年有余的谐音 大家应该都知道耳熟能详 而常年菜也是必吃的 古时候啊 就相信说 吃了这个常年菜的话 就会长寿长命百岁 而且吃的时候啊 一定是要从头吃到尾哦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长长久久 鸡因为与台语的鸡同音 因此吃尘鸡意味着全家福的意思 大家平安过好年 另外说到过年 怎能忘记年糕呢 很简单 便是年年高升之意 期许大家吃了都能出事顺利 佛跳墙呢 也是我们常常知道的菜色哦 里面有非常丰富的配料 烹煮起来香气满满 含起昏香飘似灵 佛闻气产跳墙来 这个香气呢就是形容啊 佛祖闻到了 都会忍不住跳出墙来看看 到底是从何而来 那它的寓意呢就是希望说 在我们吃了这道料理之后 能够变得高贵以及富贵哦 不过吃了这么多的美食 是否会想要来点水果解解蜜呢 如果要吃水果的话 可以来点点橘子跟苹果哦 因为橘子呢就代表着吉利 那苹果就代表着平安 哦 原来如此 那说了这么多 大家过年都会吃的丰盛佳药 那不过对于分量 我们还是要有所克制哦 其实啊 像我 去年就真的胖了不少哦 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 随着健康意识的加深 越来越注意饮食的营养和搭配 希望大家餐桌上 可以少几盘油腻的 多几盘清淡的 不要过完年回来 带着满腹油水 体测不合格 那可就惨了 另外 难得过年放长假 大家一定会外出旅游 同时舒缓一下 整年疲惫的身心 切记 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然有一部分的人 选择在家中养精趣锐 为来年忙碌的工作 整装带发 不妨学习 指光服输会节目 试一次的做法 立定一个新的目标去实践 没错没错 每逢过年呢 我们都会沉浸在 欢乐的节日氛围当中 在享受放松与愉快的同时 趁着这段时间呢 也为新年的工作 还有学习呢 来做出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头 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进步 不断收获 大家加油 在此还是要特别提醒 休假在外要注意个人严行举止 行车安全 酒驾零容忍 一直都是春节重点要求工作 也已将拒绝酒策 适同酒驾行为 并每月定期与交通部公路总局 查询和叫酒驾案件 杜绝酒驾隐匿情形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 除了自身遵守 绝不酒后驾车之外 也绝不让同袍酒驾 酒后驾车 是严重危害自己 与他人生命安全的可恶行为 这不单单影响了个人的前途 还将爱你信任你的人 一起带向遗憾终生的道路上 各单位因持续活化宣教 将绝不酒驾观念 伸直心中 另外廉价期间 官兵应在家珍惜与家人 同欢共度佳节的时光 避免深夜在外游荡 或涉足舞厅 夜店等 易接触毒品的复杂场所 售假后 各单位都会以国军特定人员 滥用药物尿液筛检作业规定 实施验尿作业 大家千万别一声试法 好 说到春节期间 军纪要求事项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官兵们都领取了 新奉还有年终奖金 其实很容易成为 诈骗集团的目标 没错 我们国军官兵平时都在营区里面 专注于战备训练 生活相对比较单纯 面对现在社会上 五花八门的诈骗手法 警觉性较低 为此 我们举光原地 最近特别开辟了一系列 当心有诈小单元 来提醒大家 对哦 今天当心有诈 好像忘了播 赶紧来看一下 要介绍什么诈骗花招 大家好 我是婉伦 我是王毅 大家好 我是义君 我是佳文 在两天就要过年了 在这边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 新年快乐 这几个礼拜以来 我们认识了很多 常见的诈骗手法 王毅 你还记得有哪些吗 我想想 经过这几周的宣导 我了解到诈骗的手法 真的是相当多元 潜日新月异 包含网络诈骗 情感诈骗 投资诈骗 游戏诈骗 身份诈骗 交友诈骗 购物诈骗 没错 诈骗集团可说是 无所不用其机 想尽办法 要把我们口袋里的钱骗走 真是太可怕了 我们辛辛苦苦 战备训练才存到了钱 怎么可以这么容易 就被骗走呢 真的 多亏呀 我最近才听说 我邻居被诈骗的经历 对方在变化里面 声称自己是检察官 告诉他因为涉及了 违法案件 被监控了 还威胁他 不可以告诉别人 结果他真的谁都不敢说 转账啊 解定存 还想要解保险 被骗了好多钱哦 天哪 如果他有问问家人的话 搞不好就可以避免这次灾祸 是啊 警察到保险公司跟他说了好久哦 他才相信自己是遇到诈骗了 这样的案例好像很常在新闻上看到 怎么还是一直发生呢 不得不说 现在诈骗的手段越来越高明 还能跟上时事潮流 有时候甚至可以以假乱真 像是最近手机里就常常接到简讯 假装是 为服务药通知领取反应补助款的网址 要不是发现网址怪怪的 没有 gob.pw 我差点就点下去了 哇 好险你没有点下去 这种网址要特别小心 有可能是钓鱼网站 还有像是那种免费LINE贴图的网址也是钓鱼 我爸妈也差点被骗了 对啊 我还有同学收到超商取货付款的通知 付钱之后却拿到一个塞满废纸的盒子 才发现他最近根本就没有网购 这种状况只要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 尤其像我鲸鱼脑 常常忘记自己有没有买东西 我看你是买太多所以才忘记了吧 哎呀不要拆穿我嘛 其实啊我发现大家都是因为不够谨慎贪小便宜 侥幸苟且甚至不相信自己会被骗的心理 往往才会因此被诈骗集团利用 等到真的清醒时才发现来不及了 是啊 要知道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往往不是陷阱就是圈套 不论是感情资金还是其他东西 还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最实在 多一分小心诈骗远离你 接下来让我们收看一段影片 请看 大家好我是简曼书 最近在新闻报道上看到诈骗案件频传 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注意 未必免落入诈骗的圈套 最重要的方法是主动查证 找工作申请贷款 如果对方要你提供银行存部 提款卡 信用卡 身份证字号等个人资料 请先主动查证对方是否会合法机关 参与投资团队 对方却用保证快速获利 一直要求人贿款 请先主动查证 投资项目是否可靠 接到客服电话说不小心设定错误 一定要用ATM入网络银行解除设定 请先主动查证 顺其来源到底是真还是假 简单的主动查证动作 就可以避免诈骗危机 希望大家都可以增加反诈免疫力 如有任何疑问 请拨打24小时的 165反诈骗机群专线询问 没错 收到任何讯息后 都应该要提到警觉 有反诈骗的观念咯 如果不确定 一定要记得查证 可以拨打反诈骗专线165 或是询问长官 同袍 家人 以及朋友 多一个动作就可以让自己的荷包 多一份安全 我们一起努力 让诈骗集团失业吧 说到诈骗 大家真的要当心 否则 受了荷包 也坏了心情 怎么过年 对了 廷辉 从节目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很面熟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对耶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吗 老实告诉大家好了 其实 我是军文社的新闻官 我经常到国军各单位 采访官兵战备准备的真实景况 你们会对我有印象 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来来来 证明一下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吧 哇 真的很帅耶 所以宇杰 你早就知道了 当然喔 没有啦 谈不上帅 其实呢 我觉得每一位国军官兵 他们努力战训的身影 才是最帅的喔 那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啊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准备要休假了 先祝福大家休假愉快 嗯 国军呢 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是巩固家园平安的重要支柱 官兵弟兄姐妹 平均努力于战备 与随时待命灾害防救 无法常常跟家园长时间的相聚 利用这一次难得的假期 正是与亲友团聚出游 表达平时无法陪伴的感恩 最好的时机 应当呢要好好把握 多多陪伴家人 同时 生活规律与体能锻炼 都应持续维持 收价反应才能以热忱 敬业精神再出发 为坚实国防捍卫家人安全 奉献最大心力 最后 除了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外 也希望全体同仁在春节期间 都能维护国军整体荣誉 平安过个好年 嗯 没错喔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 跟大家拜个早年 祝大家 心存心想事成 祝年新大运 拜拜 拜拜